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你可以想像因为你的错影而让世界有所改变吗 为了后面的人 你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环保吸管这么快,谁要买 那个环保吸管都不好要啊,谁买啦 啊,环保真的这么重要哦 是的,它很重要 如果没有环保,那人类所乱丢的垃圾 只会再次回到人类身边,胃里 也因为大家对于环保吸管的认识不够深层 因此想像我们的岛屿经文 介绍一个新的环保吸管 因为老师曾经在课堂中提过蒲草吸管 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 但为什么是它呢 首先,蒲草吸管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 使用蒲草的精制作了成 再来,它能够轻易地戳破肤膜 我们曾做过实验,即使泡了一整天 蒲草吸管也无软烂 反而因吸附液体变得有弹性哦 因为它是可分解吸管,所以使用完毕后直接丢出 看完上述介绍,蒲草吸管除了方便外 还很环保 蒲草吸管,再见咯 但谁会想跟我们合作呢 跟我们合作有什么好处吗 以下四点为您说明 对于环保有付出的店家看得出对于环境的责任感 第二,顾客看见店家对于环保的用心满意度提高 第三,店家形象提高 最后,顾客感受到对于环保的行动 进而主动宣传 至于哪一种类型的店家是我们采访的对象呢 起初,我们考虑前往人潮多的早餐店 但因为成本、加盟等因素 无法达成我们的目标 我们马上想到在地的店家多位咖啡厅 于是选择咖啡厅作为采访目标 接着,我们撰写了一篇企划书 向晚草执照发出邀请 希望他们与我们合作 提出需求并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了解更多蒲草吸管的知识外 也学会如何向店家介绍吸管 接着,我们实际探访各个店家 向他们介绍蒲草吸管 体验吸管触感 为了让店家更能理解我们的言语 我们制作明信片让店家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也透过填写表单的方式推广蒲草吸管 最终经过我们到处的宣传及推广 我们成功促使更多的店家认识蒲草吸管 虽然大部分的人使用吸管的频率并不高 但从下图可以发现 如果有店家提供塑胶吸管的话 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会使用 经由这次评论的调查也发现 经文人对于蒲草吸管的介绍度是高的 无论是否使用过蒲草吸管 大家都会愿意在更环保的店家进行购买 除了表单之外呢 我们也到各个班级去推广蒲草吸管 分享这次环保行动的经验 透过表单填写采访店家 我们发现这个行动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未来我们希望能推广蒲草吸管之各种不同类型的店家 获益至全世界 我们要推广蒲草吸管